中国抗战第一美女,全家被日军杀害,一人徒手干掉七个鬼子。 中国历史悠久,文化远远流长。 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,这里头不乏有很多金国英雄,这些金国英雄中有叱咤战场的铿锵玫瑰。 他们用他们的鲜血和他们的灵魂为祖国换来了和平,也换来了后人的尊重,他们用他们的青春改写了历史,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。 你对于中国抗战第一美女,全家被日军杀害,一人徒手干掉七个鬼子。 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的订阅按钮,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最新影片。 银金花来自于一个普通的山东家庭,因为国难当头,她的爷爷带领全家逃难到河南落河。 来到洛河全家穷苦无门,为了抗战,为了保家卫国,银金花,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,学会了拿起刀枪学起了武艺。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说,有很多武艺是传男不传女的。 但是,银金花的爷爷能够把武艺传授给银金花,也是因为当时国难迦南当头,所有的中华儿女都不能袖手旁观,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,都会拿起自己的武器,冲锋陷阵,保家卫国。 对于日军的残暴,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,恨在骨头里。 日军的烧杀掠夺造成了和中国大面积的荒凉,家破人亡。 这一切,银金花看得眼里,恨在心头。 当他看见自己的父老乡亲被日军屠杀,看见家乡一片衰败,他的心里暗暗地在着急,他真想冲到最前头去杀鬼子。 后来,银金花光荣参军了。 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弱女子,最适合的工作,应该是在军队后方做一些医疗服务工作,但是我们的银金花断然拒绝了。 银金花说,我一定要上前线,我一定要杀鬼子。 银金花的精神感动了大家,就这样,银金花熊啾啾气昂昂,踏上了战场。 他丝毫没有害怕,绝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女孩而退缩半步。 战斗中的金花,从来都是最前排的队伍,他不怕死,是先锋中的先锋。 眼看着自己的手枪就没有子弹了,他硬是拧下刺刀去和鬼子之就直接搏杀。 他没有一点退缩,没有一点害怕。 他是一个强大的女人,他的心里只有祖国和人民。 据说,鬼子发现了他是一个弱小的女子,当时都惊呆了。 他们很快盯上了他,想很快把他拿下,谁知银金花是一个真正的女汉子,面对鬼子奋勇搏杀。 谁说女子不如男。 金花是真正的钢铁战士,他坚持战斗,直到最后被飞来的炸弹给炸昏了过去。 九死一生,银金花忘了自己的生命,只为了祖国的信念,凭着他和战友们的努力,中国终于迎来了解放的一天。 建国后,银金花回归了家庭,在湖南定居下来。 他感叹祖国的强大起来,感叹和平来之不易。 当记者采访这位老人,让他回忆过去的一些辉煌,他却表示只有祖国强大了,人民才会安康,他为自己做的这些为国捐躯奋斗的事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江紫牙后代,出了一位泰国美女总理,想不到。 竟然这位韩国总统也是江紫牙后代。